这回刘德华快危11年 在台北小巨蛋开场 但是遇到台风搅局 根据了解 其实台北市政府呢 有不断的跟主办单位协调 但是都没有获得同意停办 传出刘德华甚至已经在进行彩排了 市府最后拿出小巨蛋租用要点 表态为了预防灾难发生 是可以要求租用人停止活动的 后来开唱前四个半小时 通知对方要停办演唱会 但是呢遭到议员批评 处理太慢了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态 未来会在合约当中 纳住台风价条款 眼你小巨蛋的演唱会呢 如果遇上停班停课 可能就得要取消 旅客跟民众的安全 我们会跟主办单位来协调 晚上的活动可以考虑来取消 一早喊话要协调 刘德华演唱会取消 幕料透过副市长李四川 巧巧传便监给市长蒋万安 上头建议 未来台风天停班课 要纳入考量 甚至演唱会就不应举办 如果遇到台风 宣布停班课 像北街这边会做一个研究 看是否在未来合约里面 做一个规范 蒋万安上午表态 直接在合约纳入 台风价条款 31号下午 北街再度找上 刘德华演唱会主办方 告知北市捷运部分高价路段 已经因为风速停止 歌迷移动有困难 据传对方依旧不答应取消 刘德华甚至已经在彩排 市府最终拿出小巨蛋 租用管理要点 说营运方北街预防灾难发生 可要求停止活动 北街发出新闻稿 通知对方 刘德华演唱会停办 基于观众人身的安全 按照契约规定 通知主办单位 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停办 下午的协调就是把目前 我们是掌握 包括捷运的班次 不管是高价段 有些已经开始 监造班次甚至停时 来跟对方说明 开场前4点5小时 半强破方式 停下演唱会 也让现场歌迷大崩溃 刘德华归为11年 在小巨蛋开场 被台风搅局 更因为北市府强势介入 娱乐事件 却成了政治事件 记者从五强 叶林凡 台湾到